欢迎回来 北京警方罕见地查获一条解访产业链 拘捕了10人并以非法拘禁罪起诉 案件12月10日在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 有大陆访民表示 案件背后的主谋是政府官员 但他们却没有被追责 据大陆财新网报道 这起解访集团案发生在去年1月14日下午 湖北安石市建矢县的黄熙国 和黄熙淳两兄妹到北京上访 在北京南站附近被拦下 被警民自称北京治安总队的男子 强行拖进一辆白色福特商务车 并对他们殴打 黄熙国的鼻子和脸部多处骨折 两人随即被送回湖北老家 两天后 兄妹俩再次到北京向警方报案 当天稍早时间 警方据报在另一起解访案现场 查获并拘捕那几名自称北京治安总队的男子 此后连同解访的承包商 信息员 保安和司机在内的10人 被北京市西城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起诉 该集团人士的辩护律师在庭上直言 解放产业链的主谋是地方政府 开庭只是把北京那边几个押送他们的人 好像是非法拘禁罪吧 辩护律师提出那些公职人员 实际上他们筛话安排他们拿钱的 这个应该追击他们才是主犯 据黄熙国兄妹俩证供 在他们被押反湖北过程中 包括建市县派出所所长王费征 辅警张爱华 关靖元 建市县叶州镇 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峰等4名地方人员均有参与 派出所所长王费征一承认 是他把黄熙国的身份资讯提供给该集团 并支付了1万多元人民币车费给该集团 陕西访民吕先生表示 访民被暴力解访后去报警 能被立案和开庭的很罕见 追究的也只有个人 背后的主谋政府官员不会被追责 如果送到保机的话是1万块钱 黄熙国家由于自家承包地被占用 多年来不断维权 屡遭地方政府打压 黄熙国和妻子向梁玉还被打残 夫妻俩和姐姐黄熙菊 妹妹黄熙淳都被建市县法院判处 扰乱社会秩序罪 分别间接一年半至三年 新唐人记者雄斌 施宜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